这次鞋庞做的还不错 要看住后点 还是二点球被广岛三舰队拿到 哎呀 这个后点啊 被广岛三舰队利用 广岛三舰队的16号清水航平 还是抓住了鲁能队定位球 防守当中的第二落点 在后点位置 停球一脚世界波 这脚球打得很漂亮 广岛三舰队场边刚才正准备换人 这个球由于王大雷的视线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 我们再看 刘彬彬这次断球之后 没有第一时间解围 被对方抢断 直接传后点 赵明健的身后 鲁能队缺少保护 正好这个位置 赵明健的站位 一定程度上阻挡了王大雷的视线 摄门质量本身很高 换下了 杨旭和游戏雷在前点 鲁能队这次还是罚前点 投球 一比 鲁能队扳平了比分 鲁能队扳平了比分 进球的是杨旭 这段时间 鲁能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没有 阵脚没乱 很冷静的 抓住了机会 刚才游戏雷的这次 向前的推进 突破后 这脚射门帮助球的赢得 角球机会 随后的两次 都是在前点 杨旭扯动 再回坐 在前点投球 这是发挥鲁能队的优势啊 演练的定位球 在实战当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次被解围 但是鲁能队这次的定位球呢 还是 好 这事啊 反击机会有了 浩俊敏 现场的包抄点得向前 吴兴涵 中间是张文周 吴兴涵 观察一下 很冷静 再带 给到中间 后点爆抄 2比1 塔尔德利 鲁能队在反击当中 下半场比赛 78分钟 在反击中 由塔尔德利 打进第二球 梅内赛斯的换人 收到效果 皮肤登场的吴兴涵 非常冷静 就是这段时间 加强对对手的施压 张文昭和吴兴涵 上场之后 只要有反击机会 其实王大三健的回追队员 已经跑得 很筋疲力尽了 你看他把身体甩出去以后 他没有办法 做第二次防守补救 他只能把身体甩出去 增加他的防守面积 但这时候吴兴涵 刚刚登场 有体能 非常冷静 节奏感也好 轻巧一波 过了他 过了千叶和雁 再挑到后点 连续两个日本的防守队员 都是做出这样的动作 证明他们的体能 已经跟不上了 梅内赛斯的换人 确实对对手的消 都可以说出现了 都可以说出现了 都可以说出现了